大家好 今天是4月21日 星期四 市况进一步反复 首先看看A股 上证指数昨天大幅下跌43点 今天进一步急跌71点 收在3079点 A股连环的急跌 对港股来说一定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指数 恒指早市先低164点到20780 之后曾经由少少后秋而上20920 但没大作为 第一,指数仍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下 第二,买本根本上很保守 加上零碎的沽压不断涌现 结果市况转转反复下限 到下午3点半前 指数已经一度低见20483点 相对和收市下跌461点 有几样走势大家要留意 第一,直到现在这分钟 恒生指数无论日中高位或低位 都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下 其实这个情况由上周已经开始了 说了很多次 第二,所有平均移动线排列 是倒序模式的 这是一个标准中期跌浪的形态 这点真的要留意 好了,再说了 今天的指数进一步下限 终于是回补一部分 3月17日位流下来的上升列口 当日的上升列口 是由20120点 一直到20786点 666点的上升列口 摆在2万点上方 我说了很多次 情况一点都不理想 回补只是时间外的问题 好了,今天终于回补了 但你去到20483点 还有一段还未回补 这段介乎20120到20483点 说真的 不补不补始终都是要补的 这个列口已经收窄到363点 值得留意的是 当指数进一步回补完上升列口 真的等同我们说 大市已经正式下市2万点支持 这个大家真的要留意 好了,我们拉幅一点看 好吗? 今年的市最高是2月10日 25,050点 大家应该记得 由这一刻开始的转转下跌 去到3月15日 跌了18,235点 期间来说 指数跌了6815点 技术上当然是超卖 所以之后有一个报复式的反弹 这个反弹由18,235点 去到今个月4日的高位 22,523点 计算 市是回升4,288点 但问题是 由22,523点的回落 指数又再跌穿所有平均移动线 不单止 所有移动线的形态 还是倒序的形式 换句话来说 市况又再回复2月初旬跌浪的势头 这点大家真的要留意 好了 要想说的是18,235点 如果是今年跌浪的左脚 现在市正在向下找右脚 问题的右脚最理想的是 不要跌穿18,235点 这就比较理想 但如果一旦后市不知发生什么事 从而跌穿18,235 代表市已经进入了一浪低一浪的形态 这点大家真的要留意 所以在现在这一刻来说 就算跌得急 有些计律上的回升反弹 都只是后抽 严格来说 买一注半注细细细细细细 如果输人10%就离场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大 但如果说 见过早前的高位 觉得跌到现在的水平很便宜 开始作一个部署 而且还要躺身去买 这个动作就真的不好做 因为指数始终来说 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无论怎样说法 就算少少回升也好 都只是急跌后 技术上的后抽 形态始终摆脱不到反复续沉底的威胁 对我打一个赞来就要留意了 大家好 今天是4月21 星期四 今天中港两地的股市 都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复下调 我们先看看A股 上证指数 昨天是大幅度回调43点 而今天再进一步 大幅度下调71点 收在3079点 A股昨天跟今天的出现 大幅度回调 对港股来说 当然会做出一定负面的影响 我们看看今天的港股 寒增指数早段先低开 164点到20780点 曾经一度轻轻地反弹到 20920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因为买盘真的不太足够 而且固压又一步一步的出现 结果指数就不断的往下 仿佛回调 到大概下午3点半左右 指数今天曾经一度是 低限20483点 等于说相对昨天来说 这一分钟是大幅度回调461点 当然指数也进一步回调3月17号 遗留下来的上升的跌口 等一下我们再分析 我们先看看现在的示范 暂时来说指数是有一点点的回稳 可是还是整个在2068点左右水平 那等于说现在指数不但是会进一步 回调3月17号遗留下来的上升跌口 可能到最后2万点的支持 又会受到考验 这个大家有留意 好了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3月17号遗留下来的大幅的上升跌口 还有一段在20120点到20483点 还是等待回谱的 当然很大机会 这个月底之前 故事是会进一步回谱这个上升跌口 那一个时候我们就留意 2万点的支持又会受到考验 要是说股市再跌下2万点的话 我们就等于说股市会进一步 往下寻找整个大幅度回调股市的 右边的脚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记得吗? 2月10号指数是从25,050.19往下调到3月15号的低位 1万8,235点 这个下调是一共回调了6,815点 这个幅度绝对不算少的了 好了 从1万8,235点开始的股市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这个反弹到4月10号的高位 2万2523点 那就很清楚了 1万8,235点 要是说整个跌浪的左边的脚的话 那现在股市会很大机会往下寻找右边的脚 比较理想的看法就是指数 不管是怎么样都不应该跌圈 1万8,235点 这个是最理想的看法 要是指数真的是跌圈的话 那等于说一浪第一浪的走势又再出现了 这个大家有留意 好了 由于现在的股市指数 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那等于说整个不断反复往下寻找低位的走势 暂时是没有改变的 曾经说过很多次 故事要摆脱这个不断往下找低位的走势 第一个条件就一定要回升到许电线以上 那可是现在许电线在21,376点还是比较远 所以任何的短线的布局 大家还是小心一点点 当然股价是有一点点的反弹的激稳 可是这一点点的 我看应该不值得我们投放太多基金去断线炒卖 反而现在最好是保留实力 留现金在手 看看股市到底的下调到什么程度才能够稳定下来 那一分钟我们才考虑怎么样布局就比较好了 对不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